爆不迪伦有一首歌这样唱到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被称作好汉 答案就在中文里飘 不到长城非好汉 对啊 前一段时间我回国了 所以没有更新 现在我开了个公众号 写一些更有深度的东西 而且更新频率比视频高 还有我同时在豆瓣 写一个小说的连载 所以有同学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些平台和我联系 尽管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成年后 基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所以每次回国 我也觉得自己像个游客 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这一集我出个攻略 如果老外到中国自助旅游 或者是要长期工作 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同时我带你们看一些中国有 而美国没有的东西 我说英语还说汉语吧 我说汉语吧 现在在中国生活 没有智能手机的话寸步难行 都知道中国没有办法用谷歌地图吧 这不代表中国人用纸地图 有两个电子地图 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 随便选择一个 去中国之前下载到手机里 即使是做游客 如果你打算在中国待的时间超过一个月 那么绝对值得你花半天的时间 去办一个中国的手机入网卡 然后再去开个银行账户 这两个手机运营商都可以 就是注意 如果你走的时候想消耗的话 就只能在开户地来消 银行呢 最好找大银行 因为营业网点最多 现在多数银行都有办旅外汇的业务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 这些大银行 经常在机场有营业厅 所以在临走的时候想取钱很方便 在中国生活 有两个APP是生活必须的 一个是微信 另一个是支付宝 我这次才发现 中国人把APP发音叫做APP 它是英语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的缩写 美国人就把它叫做APP 这两个APP都有英文版 支付宝有点类似于PayPal 但是它的功能比PayPal要强大得多得多 微信是社交软件 同时也承包了很多生活其他方面的服务 我以前有一个视频说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 而中国现金同行 但是现在这两个APP的支付功能 把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无现金社会 把银行账户关联到手机的APP里面 在中国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这两个APP的侧重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下载下来自己玩一会就明白了 网购 买车票 买菜 就用共享单车 叫出租车 都可以在这两个APP里面解决 美国人生活对手机的依赖性 肯定没有中国这么高 看美国就没有共享单车 中国的共享单车有好几家公司在运营 我拿摩拜单车做案例吧 它家车里面有GPS定位 用手机扫描车身的二维码 就能自动解锁 锁车自动还车 自动计费 而且他们的轮胎设计和普通自行车不一样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经常骑自行车出行 我还建议老外尽量利用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 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关于美国公交的视频 因为美国基本没有公交 不开车的话很难出门 但是中国的公交四通八达 就连我们去长城都有公交可以坐 顺便说一句 如果去北京附近的长城 别去巴达岭 去牧田域或者司马台 这两个地方尽管比巴达岭远 但是人很少 去巴达岭的话 你能看见的就是中国人 瞧牧田域这长城 随便一站就觉得自己是条好汉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画面 看看怎么坐公交 直接到牧田域 而且牧田域的外国游客特别多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会说中文 他们就敢来中国自助旅游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 随手在街上抓壮丁来翻译 我就被壮丁翻译了好几次 除了城市内的公交 我觉得中国还有一套很赞的铁路交通系统 高铁动车比飞机方便准时 但是高铁动车一点都不便宜 大家高铁动车是为了省金省力 而不是为了省钱 火车票也是在手机上买 如果老外买票的话 可以登记护照号码 然后凭护照去窗口取票 看中国的火车可以这么快 而且这么稳 去旅游景点的门票 可以去美团来买 它有点类似于美国的Yelp和Trip Advisor 但是更方便的是 如果你在上面买了电子票的话 很多景点都可以扫手机上的 电子门票入场 不需要排队去取纸的票 缺点就是美团没有英文界面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洁的 中国旅游 虚知 要是在美国的话 这肯定会有个斜坡 共轮易通行 这个星期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休斯顿发红水的同时 西海岸森林大火 过了没两天 Urma这个hurrikan就在 普洛里达登陆 最雪上加霜的是 三大信用记录公司之一 Uquifax被黑客攻击 全美三分之一人口的个人信息被盗 如果你不了解信用记录的话 我曾经有个视频是讲这个的 干这种坏事的人应该被拖出去祭天 如果你在美国有SSN的话 我建议登陆Uquifax的网站 去加入他提供的一个identity protection plan 就按照官网的提示走吧 下一集我会讲 作为中国人 我回国经历的逆向文化冲击 我们微信上还可以联系 下一期再见 拜拜